大家好 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官方正式宣布 杭州亚运会延期 而新的举办时间将择期再做公布 此消息一出 体坛上下一片哗然 众所周知 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0日至25日在杭州举办 杭州主办方在亚运会的准备工作中 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 各类场馆设施及疫情防控方面都已准备就绪 尽管之前有传言亚运会或将推迟 如今确定延期还是给主办方打了个措手不及 日前 随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表态 退出杭州亚运会 让很多人担心杭州亚运会是否会取消延期 毕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了出头鸟之后 会有一些国家对参加杭州亚运会产生动摇 对此 官方今天正式公布决定 延期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退出杭州亚运会 并没有国家跟风退出 相反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亚洲强国 都态度鲜明地支持杭州亚运会 并且已经开始全面备战 杭州为了举办这次亚运会 前期筹备工作做得非常完美 杭州亚运会的56个比赛场馆已经全部完工 就等着亚洲各国代表团参赛 中国已经有两次成功举办亚运会的经验 分别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和2011年广州亚运会 两次成功举办亚运会的经验 对于杭州来说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亚洲各国都坚信杭州亚运会将奉献精彩绝伦的体育盛宴 让他们觉得非常期待 面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突然宣布退出的小插曲 已经有多个亚洲国家陆续表态 直言不会受到这个小插曲的影响 将继续参加杭州亚运会 其中日本和韩国就正式进入备战亚运会的节奏 身体力行地支持杭州亚运会 如今官宣延期希望各国继续备战 同时希望中国体育界积极备战 在家门口举办的亚运会中取得好成绩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杭州亚运会的目标 就是要拿金牌和奖牌榜第一 相信只要中国体育代表团能正常发挥出水平 实现这两个目标就是时间问题 期待杭州能为亚洲人民奉献一届成功的体育盛宴 未来能为中国增光天才 具体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